为推广家乡之美返乡青年林美玲创立牡丹好好粉丝业 希望做社区推广 透过牡丹好好粉丝业 让更多人认识双西区的牡丹 运用社区媒体 让年轻人也能够走进牡丹这个古仆且富文化底蕴的社区 同时也透过社区营造凝聚在地居民 还有返乡青年 共同为家乡尽一份心力 牡丹好好呢 我先主要的内容是 其实我们是做 希望能够做社区的推广 我们能够透过牡丹好好的这个网页 我们把牡丹 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方式 是一个媒体的方式 让年轻人也能够走进牡丹 并不是只有在地的社区的长辈而已 那因为这样的方式 会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牡丹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牡丹在哪里 对 所以这个牡丹好好是这样成立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 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 在地的算是游子 在地的人能够真正的凝聚力 去为我们地方做一些事情 而在2023年牡丹好好 主理人林美玲遇见双溪住脚工作室检述会 两人都是希望推广家乡之美 有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着 林美玲因此加入双溪住脚工作室策划的 山海经地气箱 双金水南聚落文化串流圈 地方创生文化人才赔率与辅导计划 让我们社区居民透过田野 田野调查还有工作方的方式 去认识自己的牡丹 我们自己的牡丹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资源 同时就产出我们所谓的资本地图 再来就是来到今年的部分 今年的部分我们就希望能够延伸跟扩展 我们牡丹去年是因为是资本地图 资本地图毕竟有它的限制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电子数位的方式 能够去扩展跟延伸 让大家来去认识牡丹 透过数位电子地图的方式 其实它也可以用Google的方式 去游走这个地方 甚至用Google的方式 能够去导航到牡丹这个地方 那同时我们在Google里面 也可以去介绍牡丹这几个景点 林美玲表示 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被铭记的故事 那些堆叠在其老们的心中过往 正如老树的年轮 记载着岁月的痕迹 历史是我们共同的根 不能任其遗忘 希望将这些记忆珍藏于心 让居民与游客都能在这些故事当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共鸣 姐成为双溪采访报道